这个荣包因缘栏 一个是前面种的好种子 结束后面的好果实 一个因果豹 再一个就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光宗耀祖 以及阴姬后代的子孙 这个良性循环 荣光换发 最好的就是光宗耀祖 骑马的就是骑家 那光宗耀祖当然就是 你一人得到集权生天 为社会为国家出了名 这个阴的东西显露出羊子了 从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它必然是最终是始至名归的 你就是一直藏 我一直记音的 但是也有三藏不住的时候 总要显露的 在旺的时候就是精满自义 一人一摊 就是你当你爱充满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个方向 这句话说的很好 因缘来也要有缘 有一些运气的东西也算是机缘 虽然说有些是意外的 有些是你自己做的 但是这些都是因缘巧合嘛 一个是因缘 一个是笑合 其实你可以放的都是缘 来的 来者就是客 好的 包容 其实这些都是你要承受的 你要有一定的基础 但这些外界的 能扛受得住 来的就是缘 我们上几个课说 《亲手和希特勒》 我们简单说 这个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反复强调了 没有天道无极心 虽然说人间有善恶 但是有的时候善会变恶 你早年你是一个好人 到后面 你经受不住考验了 盖棺论定 你还没完吗 你完了以后再说 到底是一个善是恶 你看曹操在此之前表现的可圈可点 自从他这个什么之后 您可我服天下人不可天下人服 你看以前七星刀刺杀动作 以前就是说 可以为国家出力 包括后期他也有很多好的 但是就因为他这个自私大于过 那后代人 现在还有感受替他平凡 他再多好也掩盖不了 他这个不好 不是说你说出来 他心里想 他自然会 时间长了 身边的人 你看曹操的军队 那个这个团营 全都是一心屌炸 孙权呢 不择手段 唯利是图 也没有格局 就是南方你看 你看 刘备虽然是败了 我们还在惦记 他们得了人心 曹操卓占了天 孙权占了地 地之险 江东之险 那这个 好跟坏 坏人 他会给你负面的激励 你不要学他 也以为戒 所以说为什么和平和平就坏了 就人堕落了 没有优化意识 就是没有坏人 衬托不了你这个好 你这个好 又相对慢慢也会变坏 自然会衰老